救護人員衝到火車上 一名醫師正幫老翁CPR 脖子上掛聽診器 在狹窄的走道上急救 他是慈激仁醫會中醫師吳森 和志工林秀娟要到花蓮 剛好跟昏倒的羅姓老翁同一搬列車 他就先拍了我肩膀這邊 然後他就說小姐小姐 然後他後面講話我沒有聽清楚 所以我就靠近他看他說 哈 你說什麼講 我說哈 然後他就有點抽搐 按摩步已經完全沒有摩步 心跳呼吸完全停止 臉色很蒼白 說那個指甲都發黑 但是我們做醫生的本則 就是一定要急救 不管他怎麼樣 所以我們就開始一直做CPR 74歲的吳醫師 幫忙移動老翁到車廂外 在月台上仍繼續搶救生命 直到火車要開才由救護人員接手 謝謝 上車 上車 謝謝 謝謝 醫生 羅姓老翁前陣子心臟裝支架 今天正好要回診 沒想到路途上昏迷 送醫後人不治 我們是真的很遺憾 沒有把他救起來 但我在想他不知道經過多久 如果是說馬上發現的話 可能機會很大 因為我們是在第二車 第十二車 他是在第四車 行因四十年的吳醫師 這是第二次在火車上救人 儘管難過這回沒把老翁救回 撥他的不放棄拼命舉動 令人感動 帶來新聞屏東 花蓮 綜合報導 確認